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了 说起招摇导演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带来的作品具有号召力 他就是郑伟文 有消息说呢 他带来一部大制作 利妖任嘉伦担任男主角 涉及的女主角是老熟人 作品是寝君 观众围观讨论某位演员 或者某位导演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这个成绩啊 好得不得了啊 轻松拿下数十亿播放量 难道他们这个成绩是措手可得吗 当然不是 你们只是没有关注他们曾经付出了多少汗水 他们也曾经经历过坎坷和困难 因为没有放弃逐渐积累了许多的成绩 最终才成为一具具有号召力的导演或演员 看到任嘉伦时 在他身上有着无数的亮点和话题 细心的小伙伴发现任嘉伦参与的一系列作品能够带来满意的答卷 近几年在娱乐圈里的热度呢 被夸在为直线上升 妥妥是一位当红小生 只要他参与的作品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评价 在他身上呢 已经是爆馆和流量的代名词 悄悄与大导演带来一部大制作《秦军》 瞬间涌出大量的话题 许多铁杆粉丝通过不同的渠道 深挖了关于剧本的详情 包括与他合作的女主角 作品的热度直线上升 一位合格的艺人呢 除了持续提升能力之外 还要保持良好的品格 有些艺人呢 没有注重个人形象 瞬间让他跌落低谷 这样的案例也是经常发生的 提起任嘉伦不仅是一位演技派 也是一位人品相当优秀的艺人 得知他又参与了一部新作品 粉丝看到后反应十分激烈 有人比划着他将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涉及话题更多的又提到他合作的女主角 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再优秀的剧情和导演 想要让作品变得更加精彩 碰撞出更多惊心动魄的剧情 需要演员的配合 也需要多位演员的努力 说起请君 挑选一位实力强悍的女主角 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了解参与的演员呢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组合的阵容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女主就是众人皆知的李庆 参与过多部经典作品 树立了极佳的口碑 是一位颜值超高 悟性很强的女艺人 看到男女主角时呢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种强强联手 集合了许多要报的元素 作品刚刚筹备 已经带来了许多热度 许多小伙伴呢 领略过女主角李庆 带来的一系列作品 演技细腻 细节之处做得非常到位 总会把人物物透得十分透彻 把观众带入剧情中 以他拥有的能力能够独当一面 是稳稳的一位实力派 光一个眼神就能上热搜 让观众甚是期待 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许多的潜力和空间 一部作品能不能够获得可喜的成绩 前期的宣传至关重要 有些作品在丑备阶段得知男女主角在相当短的时间里 热度稳步提升 带来的答案非常清晰 作品成为大多数观众不能错过 大概率可以带来一部高质量作品 被视为极具有代表性的演员任嘉伦 再次担任男主角 带来寝君 女主角又是老熟人 毫无悬念 认为作品能够获得可喜成绩 对此你有何感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